第二十三題 桌面上有一條彈簧固定在牆壁上 彈簧另一端掛上螢幕塊 如圖所示 當手放開時 彈簧在ABC之間來回運動 B處為彈簧的圓長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假設皆不超過彈簧的彈性限度 且不計任何的摩擦力 因為不計任何摩擦 只受彈力作用 所以我們的力學能守恒 這裡的力學能指的是 彈力未能跟動能 所以選項C說 在C處的力學能最大是錯的 三處是相同的 因為如果有形變就會有彈力未能 AC有形變所以有彈力未能 B沒有形變所以沒有彈力未能 所以三個地方的彈力未能並不相同 所以選項株說 彈簧在ABC三處的彈力未能都相同是錯的 因為我們的力學能守恒 彈力未能加動能等於定值 那麼A跟C是我們的形變最大 彈力未能最大 所以他的動能會最小 因為彈力未能加動能等於定值 所以彈力未能最大 動能會最小 所以A說在A處的動能最大是錯的 B處因為是圓長 所以沒有彈力未能 沒有彈力未能所以動能會最大 因為動能會最大所以速度會最大 所以選項B是對的 因此第二三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在B處時彈簧的速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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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處時彈簧的速度最大